好不过接下来5月即将就要报税咯 今年综索税有多项重大新措施赶快带你来看 其中的综索税末三级税率现行税率各调降了一个百分点 课税急剧五等级全部调整破天荒双重降税 预估国内大约有360万户会受贿 至于首次实施的所得税试算服务 大约有200万户民众可采标准扣除额来报税